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管科林奇 常年菜 它们就是先育苗 喜欢含冷的天气 然后不能给它太多水 那菠菜也是耐寒的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蛮适合冬天种 那我的種植方式就是老師給我們已經發育好的菜苗 所以拿出來之前要先把那個 那個血盤按摩一下 不然你用力拔它根可能會直接被你扯斷 那剝菜的話我其實是有三種方式給它催芽 就是我其實蠻擔心就是剝下去 然後它根本不發芽 對所以我有嘗試很多方式 那種植需要注意的事項就是 不要加太多水也不要完全不交水 然後它排水也要量好 那也要注意施肥可是我沒有施肥 因為我覺得我的植物狀況沒有到很穩定 我怕一加去肥料它會變猛藥 它就撐不過去 對這是一開始事前準備 我本來想說那個上面這個是把它撐高 這樣水可以滴下來 鮑魚肌可是有點不切實際 因為它會歪歪的所以我把它拿掉 那9月26日就是種下去的那一次 就是長年菜苗種下去 然後菠菜是用紙巾摧芽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密封的小 我是用瓶蓋 然後上面鋪濕紙巾 再把種子放上去 然後再蓋一層濕紙巾 然後讓它保持在一個陰暗的地方 然後要完全密封 這樣種子大概7到15天會發芽 那因為那個時候是煤跡 所以那個颱風外面的下雨 所以我那個長年菜沒有放出去 那29號放寢了 就把它放到室外 因為我們寢室那邊沒有陽光 所以我放去那個女二那邊3樓外面的小花圃 然後因為我擔心紙巾摧芽不成功 我也跟著用泡水摧芽 就全部泡下去 然後每天換水就好 那我發現紙巾摧芽居然有進展 有一顆就是整個冒出來 不過也只有一顆 所以我想說有成功 然後種下去之後那個整個就發展神樹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小葉子 它只過了一天 然後這邊就整個壯大 我覺得真的是很神奇 對啊 那這是我泡水的方式 後來就是他們長輸太慢 所以我把它加進去紙巾的方式 讓他們繼續發芽 對 那10月4號我就發現 就是太久沒有給它澆水了 它整個就枯萎下去 所以就趕快給它澆水 那隔一天之後它馬上就好轉 可是那個菠菜小苗還是奄奄一喜的樣子 那之後我的那個紙巾發芽方式通通都出來了 所以我全部種下去 對 可是那個我發現外面新竹風真的很大 它長一長居然長歪了 它就是變成歪的長 然後這兩個其實是我一開始 長年菜種下去的時候 就是兩顆乾的種子直接放下去 想說碰運氣會不會發芽 可是你看它現在已經發芽很好 然後我催生出來的長了 就有點歪歪 就是病癢癢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你直接種下去 比較實在 對 然後它就是好 長年菜好像就是太陽曬太多 它就有點乾枯 然後有點被蟲咬的樣子 然後我發現菠菜這邊有一種淤積水 可是我澆水的量是一樣的 所以我後來發現就是 我底下搓洞的時候 洞搓得不夠大 沒有注意排水是確實的 所以它就整個積水在那邊 那根部就泡爛了 所以它們就是只剩下一顆 對 後來就死 對 後來它們就是有些狗言殘喘的樣子 就是沒有特別發 就是整個旺盛起來 那這個其實我最後一次看到它們 因為 10月31日的時候 我們紐約那邊就開始施工 它就直接把鐵門拉下來 所以我過不去的那個菜譜 所以這邊小小的綠意 就是我種它們的地方 我只能這樣子搖望它們 對 那我的心得就是農夫真的很辛苦 就是我經過兩次颱風 又覺得恨不得衝出去幫那些植物擋雨 對 就是它們植物 而且農作物又是它們的身材工具 就可以想像它們到底是多麼的薪水 所以現在對於農夫真的是很深的一個尊敬 然後而且我覺得植物生命力真的很旺盛 就經過我摧殘還可以理論上活著 對啊 那所以我覺得就要珍惜身邊的資源 就不要浪費 因為不知道它多重要 多麼珍貴 然後小題外話 就是我在澆水的時候 額外的水會潑去旁邊的花圃 那有一個木瓜莊它被砍一半 結果我澆一澆它居然就整個冒盛起來了 就覺得有一種養豬不肥肥肉狗的感覺 可是至少有植物種起來了 對 就這樣 謝謝 然後這是我參考資料 然後再試試試看 謝謝大家 有ulp 的 感谢观看